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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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羽球密碼 今天呢很榮幸邀請到小鴻 羽球就是另一個頻道 比較知名的羽球YouTuber 小鴻來到現場 來幫我們開箱這次李寧 就是還沒有推出 現在還沒有推出 但是之後我們上影片的時候應該已經推出了這隻 李寧的突襲的7C跟7I 小鴻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鴻 我們終於同台了 第一次見面第一次見面 我跟你們大家不太一樣 我是跟他第一次見面 就是真的有實體見到片子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 有可能把小鴻的面具摘下來給大家看看 我現在要先拿嗎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來介紹球拍吧 好可以可以 好那球拍的 球拍這兩隻球拍 我們明顯發現風格其實不太一樣 一隻是黑色的 一隻是白色的 對不對 那 如果你們有在關注我們的頻道 就是有在關注小鴻的頻道的話 不難發現說 他有在他的頻道上面做穿線的直播 那這一隻呢他是穿他的棒樹 這一隻7C是穿我的棒樹 7I穿他的棒樹 那我們先就外觀設計來看 小鴻你對7I的外觀設計的看法怎麼講 剛剛有說這是五六銀在用 對五六銀 我覺得 李寧的球拍我最喜歡就是他的烤漆 對我覺得烤漆真的是一流的 我覺得 我覺得李寧烤漆是工藝裡面最好的 對我覺得就是跟其他的品牌 感覺就是細膩程度跟就是很明顯比較細膩一點 對啊 像我這隻這個7I嘛 如果你們有機會到這個實體店的時候 你去近看 他這個藍色的地方 會有點金屬的光澤 就是類似電鍍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所以這烤漆至少 就是別的品牌我都沒看過就是這麼漂亮的烤漆 所以 然後加上他這個有這個藍 然後加點桃紅白色 跟我們身上這個蠻像的 對跟我們今天穿的蠻像的 這個顏色 女生男生我覺得都蠻喜歡的 真的 蠻好看的 清爽的顏色 然後換我 我自己本身 我對其實 像小光剛剛有提到說這個 有這種電鍍的 那其實 用在深色的方面其實更明顯 在深色上面就會很明顯 看到這個金色就非常的突出 我覺得這個金色質感 它的金屬質感非常強 然後再來是它的這個 有點像玫瑰金的烤漆 而且它 我就已經講過 我在頻道常常講過就是 只要消光烤漆我就買單 我自己本身就是蠻喜歡消光烤漆的 我也是都用消光烤漆的 對我覺得消光烤漆真的是會做的不錯啦 那很明顯這支球拍7C 就是它是主打攻擊的 所以它的顏色就是感覺是 比較沉穩比較深的 那這一支7i是主打輕亮 所以它就是很清爽 像小龍說的非常清爽 特別有活力的感覺 對對對 這支球拍要講完外觀設計了嘛 我們再來要講科技 那科技呢其實呢 我們在之前有開箱過突襲7 跟突襲7D 那科技呢 就在右上方的資訊卡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科技就是在上面 就是有講到這支球拍的科技 好 那再來是 我們要講的是 欸 規格的介紹 像 小龍你這支 就是 我這個拿的是 5U的重量 然後 輕量 蠻輕的 然後空拍在這個312 OK 312 其實算蠻 其實輕量拍今天都算會做蠻重頭的對不對 通常輕拍會做比較重啊 不然你如果 球拍本身輕 頭又輕 揮起來會很沒感覺 沒有慣性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會沒有感覺 那像我這支7C呢 它就主打是攻擊 就是侵略性的球拍 那這些球拍呢 它的空拍是85克 大概是4U的規格 然後它的平衡點是305左右 雖然說那305其實我覺得 揮起來也是頭也算蠻重的 對不對 因為它整身球拍也重 那頭也算蠻重的 那它握把都是G6的規格 就是比較偏細的規格 對 我自己本身比較喜歡這種 就是比較細的握把 小龍你自己 我也覺得 我之前都會講這種 細的握把比較好 嗯哼 就是給大家比較有彈性空間 就是 要粗就粗 要細就細 對 我有真的有朋友就是 嫌握把不夠細 就拆到底還不夠細 然後還要自己去磨 這種就是給大家比較有多選擇 你覺得真的太細就加厚一點 你喜歡細就剛剛好 OK 好看完了外觀設計 科技介紹 還有就是我們的規格介紹 那最後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 這兩支球拍的試打心得 小龍他自己本身就是打比較輕 自己比較喜歡打比較輕的球拍 對不對 我都打4U 他都打4U的球拍 那你覺得這支7i打起來 感覺怎麼樣 因為這個是5U嘛 嗯哼 然後我一開始打是真的有點不習慣 嗯哼 就是雖然他頭有做中312嘛 對 但是他好像還有原場握把 嗯哼 所以其實我覺得整個打起來還是 頭不夠重 對 然後太輕 所以我剛剛跟豬教練打的時候 就你可以看我們那個打球的直播影片 嗯哼 就是有點壓不下的球 就感覺那個慣性不夠 要甩不出去 沒有那個後面那個尾進的感覺 對沒有那個頭帶出去的感覺 嗯哼 我自己打的感覺也是類似這種感覺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有點輕 對我來說有點輕啦 如果是我的話 我那個 會再拆掉 OK 然後頭再加重一點 OK 但是這個我自己打我覺得 最舒服就是平抽 跟那個防守 這個防 我那個時候跟你練那個熱身嘛 OK 平球 對接殺球的時候我覺得特別流暢 特別輕鬆 對不對 就是在下手的防守方面的話 其實是蠻靈活的對不對 很自在 打起來感覺就是蠻靈活的 輕鬆很多 就跟他的顏色 就是有成正比的感覺啦 對 那像我自己打7C的感覺就是 雖然他是4U的球拍 其實我覺得揮起來又有點像3U的球拍 就是他的頭就是蠻沉的 很明顯握把就是蠻輕的 因為可能是他有原廠握把 加外面也有一層握把 所以他的握把可能會重一點 所以感覺不到頭有點重 可是我現在想 把那層他包的握把 打起來之後 我自己在打的時候 覺得說頭是蠻重的 但是他的頭重 所以相對他的上手打起來的感覺 就比TI的侵略性還要高啦 那在打平推平檔的方面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單打的球拍啦 就是他的回彈比較沒有到那麼快 因為他頭重 所以他的回彈比較沒有那麼快 但是他的重殺 跟切球在寒球的時候 我都覺得蠻準的 還有在平推檔的掃球那一顆 如果有掃到那個中管擺盪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感覺是非常扎實的 那可能缺點就是我剛剛提到就是 可能就是回彈太慢 所以比較不適合做快速的平抽檔 這種東西會比較吃力一點點 對 這是我的感受 那小龍你對7C有什麼感受 你剛才打起來的感受 我剛剛打這個啊 就是因為他頭比較重 然後整個球拍也比較重一點 對 所以整個殺起來我是蠻喜歡的 我覺得就是 暴力 蠻暴力的 然後我可能還沒那麼適應 不然如果我兩隻我要挑的話 我應該選7C 因為我覺得這隻如果我多太多 跟他磨合一點 磨合一點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我 然後我剛剛沒講 這兩隻中管我覺得都沒很硬 對 就是都沒很硬 所以我覺得啊 如果你像這豬教練打球那麼猛的話 這個都太軟了 這個真的都太軟 我打起來也會覺得中管沒有到那麼硬 但是相對的對一般消費者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屬於比較好上手一點的中管 但是如果你本身有比較有能力的人 你可能要挑選比較硬一點的中管 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 那可能打7D 我覺得7D的中管就比較硬一點 因為他是4U 可是他頭稍微重一點點 但他打起來的感覺就是比較平衡 偏平衡拍 所以他的中管就感覺會比較擺盪 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對 那以上呢 這是我們在剛剛做試打的心得 那如果想要看我們打球的影片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頻道來看我們的直播 那說了這麼多啦 小紅你自己本身比較 如果真的要你硬選一隻的話 你想要把哪隻帶回家 我會選這個7C啦 可是你一開始感覺是不是比較喜歡氣愛 對就是這個是比較舒服 但是因為我打球就喜歡殺球 雖然沒有很猛 沒有豬教練殺中猛 可是就是反正打球是球就爽 我就是喜歡殺球 抽殺用力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選7C 我就喜歡殺球 我覺得這殺起來比較重我就喜歡 做一個取捨啦對不對 那像我啦 我本身呢 我是看到第一眼 其實我是比較喜歡他這個 這個配色是比較偏男生 比較陽剛一點的配色 但是呢 打起來的感覺 我反而跟小紅是相反的 我本來是喜歡這一隻 結果最後我打一打 我覺得這一隻的感覺會比較好上手 因為我本身比較喜歡打快速平手檔 我比較 現在年紀有了 不太喜歡打重扣重殺 而且好累 所以我在打快速平手檔的時候 其實這隻球拍給我的感覺是非常靈巧 非常靈活的 然後再加上他的配色 這個喔不要說男生了 女生也一定很愛啊 然後我打一打一定可以吸引 不少妹子在看 哈哈哈哈 再穿上這個 這個衣服對不對 可以吸引 你可以有 有球技 又可以吸引妹子 這個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我自己選會選這一隻 對啊對啊對啊 那 以上呢 這支影片呢 如果看到了觀眾 我們其實會 李寧這一次 感謝非常感謝你 贊助我們這一次的服裝 OK 感謝 對對對 找到小鴻的 特別去挑選一個小鴻的size 對啊 太胖了 然後穿比較特別的size 然後我們 就是這一次會抽一支球拍 抽一支球拍給觀眾 那你要抽獎的方法 就在這一部影片下方 臉書的這一部影片下方 留言說 你喜歡的是7C還是7I 然後如果我們就是破 我們想想看 破300個分享 我們都已經兩個聯名了 對啊 破300個分享應該很簡單吧 破300個分享 可以啊 然後 就是你要分享 加留言喔 這樣才有 然後還要到我們的粉絲專業點讚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不好 做三方聯名很辛苦的 好不好 然後 我們就會抽破300個分享 我們就抽一個 如果你抽到你是喜歡7C的人 我們就送你7C 你是喜歡7I的人 我們就送你7I 阿如果留言兩個人 我們就不送 好不好 你只能選一個 OK嗎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業點讚 那也要記得到小洪與球 OK 小洪與球那邊去點讚 感謝大家 期待再見喔 掰掰 等等 你還沒摘面具給大家看 可以啊 可以摘 小洪 小洪其實 嘿嘿 這一集的重點就在這裡 小洪肉臉 小洪重點肉臉 好不好 OK嗎 好啦 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粉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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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